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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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小君Plus 九月份成為幹掉這個館長直播人數的頻道 目前啊這個小君Plus啊 在八月份一直努力 從第九十五 然後努力到這個整個九月份啊 創生到全台灣第一名 成為最受歡迎的這個LIFE直播頻道 總共人數啊 十六萬人 幹掉我們館長的十一萬人 那這樣子的努力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持續的來關注小君的TimePlus 那我們呢 台灣啊 這個Most Life Viewers 前十名的這個媒體 大概有哪些呢 第一名就是小君的TimePlus 總共有十六萬人在線上 要一起觀看小君的這個內容 館長的部分呢 是有十一萬人在觀看這個館長的內容 接下來就是媒體關鍵時刻 排名第七名 還有第九名的三立新聞 而第十名是文獻的世界週報 第十一名是中天電視 第十二名是東森新聞 所以台灣的自媒體還是非常受歡迎的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看 有真實的證據 還有這個實況的直播啊 的小君TimePlus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小君台灣Plus的中午直播的現場啊 今天不是小君在 因為我來代班 我是桑普 那小君在飛回台灣的路上啊 所以明天應該會看到他 那今天呢我們談什麼 繼續談柯文哲案 因為我們今天邀請到兩位重量級的來賓來 第一位是Grace 哦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台北市議員簡蘇培 哈囉 大家好 我們兩個算輕量級的 輕量級的 還不算重量 重量級耶 這個是柯文哲案最多的juice 給大家看得到的 那我們看到柯文哲案的今天也有新的發展 因為今天早上大概九點十分呢 有一部球車就到達了北檢 北檢再次提訓台北市的議員 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那個 殷小衛的助理吳孫明 要釐清呢 吳孫明跟那個就是那個 有些威京集團的主席啊 沈清晶 有沒有涉嫌行賄那個 殷小衛等等的問題 當然全案還是正訊當中 那這個以外我們也看得到 一個冷錢爆的出現 其實這個是經過林傳媒 還有其他媒體的廣泛報導 我記得九月已經講過了 而且他們在八月三十號 那個看到是八三零 跟那個九月二十七號 也看得到啊 他們又看到那個冷錢包的一個問題 是北檢在這兩天呢 在全台灣七十七個地方 搜尋冷那個冷藏包的各方面的事情 要找什麼呢 是助記池 就那個所謂的公藥跟私藥 那如果找到就比較 比較能夠釐清這個案情 但是北檢呢就四口否認 無法證實 也說與事實完全不符等等 我想先請教Grace 你怎麼看這個冷錢包的問題 真的是事實嗎 我覺得依照這個媒體報導 其實在之前啊 就已經有揭露說 好像有在這個所謂柯夫人 也就是陳佩琪的保險箱裡面 看到類似像冷錢包這樣子的 那這個報導到底是真跟假 我不確定 但是今天啊 這個林傳媒一樣 還是兼顧他們的想法 所以有接到爆料 那在兩次的大搜查期間都有收到 那一次當然就是我們印象很深刻的 到柯文哲家的住所 那另外一次呢 就是在9月底的那一次的大盤查 那到底有沒有收到呢 我要講 因為關於這個冷錢包部分啊 我覺得就算是檢調找到 他們可能也會採取非常低調的說法 為什麼呢 因為冷錢包的破解是非常困然的 即使你找到像是冷錢包的 它的形式有可能是USB 也有可能像我自己是名片 就是長得像一個名片包包的 各種方法 如果不能夠破解 它其實也只能被講成說 是一個有可能有儲存資料的隨身碟 那我們要講到冷錢包 為什麼非常難破解 這個報導裡面講到兩個 跟這個密碼有關的 一個叫PIN碼 一個叫做所謂的這個 這叫做語助詞 那我就在節目跟大家講比較清楚一點 我每次講這個啊 減蘇培都要嘲笑我 因為以前很流行那個NFT啊 然後我那時候投資NFT 因為那個NFT說那個叫做虛擬藝術品嘛 然後有很多的照片怎樣 然後蘇培議員都笑我說那是什麼 JPEG檔還是沒用的圖片 好那就是一個叫虛擬錢包的東西 我們都會把虛擬資產存在裡面 好那第一個PIN碼 我想PIN碼啊 我想商谷先生 你剛開始買新的手機的時候 你的手機會先裝上什麼 晶片啊 晶片對不對 然後是不是會設定你的晶片的PIN碼 沒錯啊 對 所以第一個就按照手機就是PIN碼了 就是設定PIN碼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大家都聽懂了 不管你的冷錢包是什麼形式 那或者你自己的手機啊 他就會設定那個PIN碼 那個PIN碼主要就是鎖定你的晶片 好那接下來很有趣喔 像商谷先生 你是用iPhone嗎 對 好那你用iPhone的話 他是不是會用這個 比如說臉部辨識 你有用臉部辨識嗎 我盡量不用 那個人我知道可以用 但是我盡量不用這個 對 很怕人家就是趁機站的話 第二個還有什麼 是不是還有指紋 對 有指紋 好那跟各位講喔 就是說不管是像剛剛 就桑普律師講啊 你的臉部辨識 你就覺得比較風險比較高 你就沒有使用 那指紋的話有一些人 也不會想使用 因為很怕被逼著按 對 你說那個老公就被那個老婆 那個他睡覺的時候 按一按 就裡面所有東西看得到 對對對 好 那我們來跟大家講 關於冷錢包的密碼 為什麼檢調會很難破案 我要給大家看這個 好 大家來看喔 這個冷錢包的密碼 大概會有幾組呢 這一張大家來看 這叫做一組密碼 哇 所以桑普先生你這樣一看你就知道 24對的密碼 就24組才是一組的密碼 對 24組的密碼才是一個冷錢包的密碼喔 而且桑普先生你看 每一個密碼裡面有幾個位元 每一個就五個位元嘛 對就是五個數字 好 那現在呢 有密碼有兩種形式 一種叫做英文字母 一個叫做數字 所以大家看到這一份叫數字的 對 好 這數字總共呢 有五個變成一組 然後呢 總共有24組才變成一個冷錢包的密碼 所以呢 總共有幾種組成可能你知道嗎 有 10的 120次方 對 就一個已經是10萬個可能性嗎 對 就是在乘以 對 對 120種可能 所以是 我跟你講 所以它的可能性有多少 就是大家用10後面加上120個零 哇 所以減掉這個根本就是無法破解 所以為什麼有人說 即使找到柯文哲的這個冷錢包啊 也很難破解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因為大家看到的這張紙 好 這個紙通常我們是怎麼做呢 會手抄 所以手抄在這個卡片上 或者是任何一張紙上 你看喔 假設我的這個虛擬貨幣的這個密碼 交給商譜先生 商譜先生就發財了 發大財了 所以大家就好奇什麼 如果柯文哲的隨身碟是冷錢包的話 我們就舉例來講 那這個紙呢 去哪裡了 對 會不會輸入幾次 高不上那就整個當段 好 我要跟大家講喔 就像是我們手機的聘碼一樣 對 商譜先生你應該 好啦 你應該不會給別人 像我們如果大家是習慣啊 用手機 尤其是傳統的 我們手機會輸入聘碼的時候 有時候不小心第一次錯 第二次錯 第三次你就會很小心了 對 因為如果你在輸錯你的那個 手機的信卡就會被關耶 那你要怎麼樣做 你都到電信公司 重新再辦理一張 對不對 那是我們自己的資產 對 那我跟大家講 虛擬貨幣是這樣 你輸入錯他就沒了 意思 輸入錯三到五次 三到五次 你要看你的設備 然後呢就有人講 我要跟大家說齁 其實任何那種隨身碟的裝置 不管是明信片的樣子 或者是隨身碟 它裡面都搭載叫晶片 那那個晶片呢 就是幫你管理資料 跟管理你那個USB的那個接頭的關係 然後有一些晶片 它還可以連你的藍牙 好 如果這個是高階的晶片 它會用軍用的規格 那連藍牙都是軍用的 你有時候你用你的iPhone 有時候你會打開你的藍牙 對 你會看到好多的設備 不是你的 對啊 比如說你打開上面寫 我愛你耳機 結果這個耳機不是你的 對啊 就是別的 不是我自己的 對 因為它不是軍用 那如果是採用這個 所謂藍牙技術2.5的話 它是軍用的話 也就是說 這一張卡片 只能連上你手機的藍牙 它就不會太複雜多重 第二個呢 有些人要破解你的冷錢包的方式 就是破解你的USB的方式 你會把你的USB 它會把它拆開 拆開之後把晶片拿出來 再透過軟體或者駭客的方式 破解你的PIN 所以其實你的手機 手機鎖定PIN 這個技術啊 不是搞接的 好 那軍用高規格是這樣 它把它的這個晶片 如果拆開的話 它會知道 它一知道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資料就會失效 對 哇 這麼的嚴謹的話 如果找不到拿著這一張紙的人 對 那不是說永遠沒有辦法破解那個錢包嗎 對 對 因為我已經跟你講 它有那個10的120次方的可能性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那個人是不是在日本啊 這個人的話 我是認為是這樣 第一個到底是不是橘子 我不清楚啦 但會不會有很多可橘子的可能性 也有可能啊 那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 在國外發生非常多的案例 這也是我慘痛的經驗 因為我有看到國外的案例 那時候我們很流行那個NFT 然後一個頭像在裡面 在虛擬錢包裡面價值啊 就幾千萬 所以有一些明星啊 當然啊 有人的手機被駭客駭進去了 結果他的頭像被偷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價值幾千萬就被偷走了 因為呢 我們常常會用我們的手機啊 來存取我們的這個 的這個 剛剛大家看到的這個密碼 啊不就拍照或是存嗎 然後因為這個消息 就是因為有這個慘痛的教訓 大家都知道 趕快最傳統的方式最好 寄在紙上 把你那個紙所保險箱 或交給第三個人 那這兩個人才能分開的話 那駭客入侵到我的手機裡面 他也不會看到我的密碼 那我要跟大家講 雖然這一張啊 是示意圖 官方的示意圖 本人我這個 在今天記者採訪我的時候 我就想說天啊 我之前不是也給你們看 因為我的密碼找不到 很好啊 找不到 不是啊 我已經不只是幣子 我覺得那個NFT不只是幣子 裡面的虛擬貨幣也是幣子 對啊 就確實已經成為整個都是幣子 對啊 蘇培議員你覺得說 這個事情你覺得真的是匪夷所思到這個地步 真的有機會可以找得到嗎 現在檢方都說完全沒有這回事 於此事實不符無從證實 這個地方會不會盪在那個地方 換言之那個柯文哲跟審慶金之間的監流 很難去找得到 這個會不會成為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很大的漏洞 沒有辦法破解 當然是嘛 因為你想想看喔 就是說 呃 審慶金喔 付給易小威 現在檢方所查到的資料是4700多萬嘛 對 對不對 就是說應小威幫他這個奔波精華城所有的事情 應小威下下的這個很多的基金會 總共收到4700多萬 那20%的榮獎 現在法院跟檢察官都認定 那不法獲利是111億 那如果應小威處理這件事情 都拿到了相關的對價是4700的話 那柯文哲咧 柯文哲現在查到的是 我們把所有現在可能算在裡面的這個 數字全部都兜起來好了 包含2020年重新送陳情書的210萬 7個金華城的員工210萬 加上2022年金華城開工 總共在柯文哲的USB裡面的1500 總共加起來才1700多萬 那這金額差很多啊 差很多啊 這個誰就會生氣了 周宇修就生氣了啦 周宇修就會吹門有沒有 你相信嗎 你相信嗎 我不相信 真的不相信啊 所以這個到底其他有沒有更多的對價 我覺得這是檢察官不只要去定柯文哲罪 一個重要的證據而已 你還要去說服所有的人 這個金額是對得起來的 不然就會有你知道嗎 對民眾黨對周宇修這些人來講 就說這可能嗎 對 這是你硬拗的吧 這是你檢察官硬拗給我 你可以相信210萬 柯文哲就圖利審慶金20%的榮獎嗎 不可能 我也不相信 我打死以後我也不相信 怎麼可能殷小薇拿4700 柯文哲只拿210 整個不合理嗎 對嘛整個不合理嘛 所以包含這個剛剛Grace講的這個冷錢報的事情 其實在這個案子調查過程 支出就有很多人講 因為確實沒有金流 去查了柯文哲家 沒有找到現金 柯文哲的帳戶裡面有現金 但也沒有多到 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那錢到底跑到哪裡去 有沒有用其他的方式存在 所以那時候大家才會講說 是不是有可能是冷錢包 用虛擬貨幣的部分去儲存 去儲存他這個所謂的不法獲得的金錢 這當然有可能 而且我覺得這也是檢察官應該要去查的 所以如果今天臨傳沒有再一次的報導說 我不曉得啦 因為現在看不出來在哪一個環節找到這個冷錢包 完全不知道在哪一個環節找到冷錢包 但我覺得這絕對是一個重要要被追查的方向 因為不然錢呢 就是不合理嘛 你20%的榮獎 111億的獲利 然後你只因為民眾黨拿了210萬 然後可能審慶金的那1500 可能是給匯道的縱望基金回去 那也才1000多啊 這錢我認為是顯然的不合理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當然是檢察官 必須要去努力的去把它證實出來 所以在今天的臨傳媒報導裡面 就剛剛Grace有講到嘛 檢察官不敢去試 試那個密碼 因為試了三次 就沒了 我告訴你 他不是只有錢沒了 是連檢察官你要定罪的證據都沒了 所以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 我試了三次之後 就如你剛剛講的 你的冷錢包整個變壁紙 他找到的東西也整個變壁紙 那個是不法的證據 你要定罪的不法證據 所以這件事情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而這個冷錢包剛剛講的 他的這個密碼 或者是說他的這個金釀 如果是在橘子身上 那你不覺得就合起來嗎 我們呼喚橘子已經呼喚多久了 對不對 郭文哲唱那個阿嬤已經 趕嬤 趕嬤 那你看他唱了已經兩個禮拜了 橘子如果是一個單純 他如果真正只是去幫忙 就是柯文哲叫他說 這某個財團想要捐給我多少錢 他只是去拿那種車手的角色 他為什麼不敢回來 對他來講就沒差 因為那又不是我 又不是給我的 我也沒有進到我的戶頭 然後一到他們家的財產 看來還蠻豐厚的狀況底下 他也不會去吃這個錢 那你為什麼不敢回來 是不是真的有那個重要的相關的資料 就在橘子的手上 所以橘子知道不能回來 回來這一件事情 我告訴你不是只有柯文哲完蛋 整個民眾黨都完蛋 我都還想像說 哇那祖國是真的金鑰 那個金鑰一打開裡面的錢 真的是嚇死人的話 黃國昌怎麼辦 黃國昌會真的出來罵柯文哲嗎 所以橘子就敢在檢疫員的門口就拍照 派你們所有事情隱私 你看你挖鼻孔都給你派 但同時他也不敢回來 但我們再講清楚一點 現在有兩個不同的罪名 一個是土利 一個是受惠 那這個剛剛講這個鑰匙的部分 會影響兩個罪嗎 還是影響後面那個部分 因為很多人說 土利罪基本是百分百會被起訴了 那這個鑰匙的部分 剛剛說的加密貨幣部分 是兩個都會影響到 等於說沒有這個地方 整個拼圖完全拼不起來了 還是說只有影響後面那個部分 我覺得土利跟收惠都會證實 因為你如果有收惠 你就直接證實了就是土利 那之前民眾黨包含黃珊珊 一直在用什麼都市條例24條 都市計畫法24條 跟都市自治條例的25條 去幫忙金華城去做辯駁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 這個律師在這邊知道 法律有時候就不是 你知道嗎 我就看你的證據 看我怎麼講 如果我講得過 法官相信我 我就沒事了 不是我說是對的喔 我就沒事了 所以土利這一件事情 其實他們還在努力 所以你看喔 當這個之前 在整個案子發生之後 柯文哲被收押之後 檢察官剛開始 我們就一直在討論土利 後來土利感覺定了 然後就開始出現USB 審刑金1500 然後就開始討論行為 然後行為那一陣子 不是因為就是那個USB1500的記載 然後這個民眾黨反應非常的大嗎 然後開始檢察官就開始要查那個 洩密 所以行為的案子 行為的事情就暫時告一段落 就是沒有再被討論 或者是沒有更多金流被發現 或者是被報道啦 或是被發現 是被報道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覺得說完蛋了 只有土利 所以你看那時候 黃珊珊在討論土利這一件事情 在開記者會出國之前 去美國之前講土利的那個時間 就是大約金流報道到告一段落的時間 他就開始出來講說 欸我告訴你喔 連土利都沒有喔 土利我如果依照都市計畫法24條的話 欸這是台北市政府自己提出的喔 因為依照都市計畫法的規定 要送到都委會去做討論的所有都市計畫案子 其實不是你 你我這種土地所有權人 是我們有需求的時候 我們跟台北市政府都發局來做陳情 說我的土地 或者是我家旁邊的土地 因為怎麼樣怎麼樣的狀況 影響了整個區域發展 是不是可以把它做變更 然後再依照我們的陳情 都委都發局做了相關的計畫之後 告訴委員說 欸這陳情人說的其實還蠻有道理的 這整個城市的發展到現在這邊喔 已經喔比如說他過去是學校用地 但學校用地因為掃紙化的關係 已經不需要掃紙化了 所以我們要怎樣怎樣怎樣 都發局把陳情人的意見 擬成計畫書之後 送到都委會去給委員審理 委員看過之後說那有道理 那就過了 所以陳情人是不是土地所有權人 不是 不必來 不必來 這不必來 所以呢 他們現在就開始講說 黃珊珊講的是說 是金華城提了嗎 不是呢 我告訴你喔 是都法局 都法局認為有必要的時候 就可以推都市計畫相關的審議案進去 都委會員議 所以這大家才會講說 你黃珊珊根本把所有的責任 推給所有的台北市公務人員嘛 意思就是什麼 如果有圖利 也是台北市政府所有的公務人員圖利 然後柯文哲不是專業 彭正珊不是專業 我黃珊珊也不是專業嘛 最專業的人就是台北市都法局的同仁 所以那時候大家才在講說 你把所有的責任往外推的時候 都法局的同仁會不會拿出相關的證據來 會嘛 所以那時候才會 所有的證據全部跑出來啊 包含柯文哲 用怎麼變遷指示黃錦茂 要在11天內 要把這件案子送到都委會去做辦審議 所以我認為 他們其實對金華城對柯文哲對 我不知道黃珊珊為什麼那麼積極啦 因為如果黃珊珊沒有拿到好處 為什麼要幫金華城 想話術 這是很怪的啊 你又不是他的辯護律師 他明明就有很厲害的辯護律師 你幹嘛要幫他想話術 所以如果他們 他幫他想這個話術 其實無疑就是要讓他 在圖利這件事情也無罪 但如果找到金流了 沒有啊 找到金流了 金流到了 那證據就來了 對價就來了 對價就來了 然後就可以去證實說 不是你說的都市計劃法24條 那個是他自己提出 我認為有需求 不是嘛 就是因為你有這一筆的行賄 相關的罪額 這個證據 然後你才會在2020年的時候 過去柯文哲在第一屆的時候 都不同意金華城 從392變560 居然在第二屆會讓他多20% 甚至高達840的容積 原因就是在此嘛 你的證據拿到了就是因為錢嘛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圖利跟行賄 這兩個罪一定會有圖利 一定會怎麼樣 或行賄是怎樣 現在看來證據應該兩個都會起訴 只是說你起訴 讓他能夠跑掉的機會 會有多少 然後讓民眾幸福的機會有多少 我覺得檢察官犯難 我自己個人認為啦 身為一個政治人物 我看法是這個樣子啊 你認為說真的會這麼快起訴嗎 起訴可能真的是時間問題 但是那個現在看到 柯文哲11月5號就結束了 兩個月的積壓期嘛 那殷小費是10月29號結束嘛 你看延壓的機會多嗎 會多兩個月時間 因為最多四個月嘛 那多兩個月時間 檢方再去收證 還是說那個10月27號 未來這個禮拜天 他們舉辦完那個集會之後 就放了 你覺得說會延壓 還是會那個 就基本上是立即起訴了 我覺得延不延壓 應該看檢察官現在手上的證據嘛 就我們剛剛講的那些證據 到底出不足夠 你取訴書裡面 你要讓人家看到相當的對價嘛 那如果證據不足的時候 我覺得會不會 反而你證據都打開了 他就有更多 就是你的證據如果不夠鞏固 你反而起訴了 你就是被挑戰了 所以檢察官 在這個時間點 我不曉得他握 握有的資料狀況是如何 那如果是真的有這個冷錢包 而這冷錢包的密碼 真的沒有拿到 還沒找到 那我覺得他被延壓距離 如果因為冷錢包被延壓距離 我個人認為是大的 那如果沒有 我就要繼續壓他 因為你看已經傳了這麼多人了 已經幾乎所有的正商大佬 全部都被傳了一次了 而且你看謝國良直接就證實說 那個就是現金了對不對 那所以我覺得 如果沒有冷錢包這一 part 我覺得檢察官應該就會 除非有更大的證據 不然再精華成這個案子 精華成這個案子 我認為應該就起訴了 那會不會交保 其實應該要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柯文哲 我們現在在討論 他其實不是只有精華成這個案子嗎 那時候在第一次的搜索 審慶金的時候 包含中共去搜索 那搜索到中共其實是很奇怪的 因為中共雖然是審慶金的關係企業 但他也不是百分之百持有 為什麼會去查到他 為什麼會去搜索他 這也是很奇怪 所以大家就會想到說 是不是那個魚果市場 萬華的魚果市場 那個減相發包也是非常異常的 就是明明規劃要蓋八成樓 結果預算不足 柯文哲說 那我先減相發包 先標給你 但我在合約裡面寫說 我以後一定會蓋回來給你 一定會把預算找回來給你 那是很奇怪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在議會 在審這相關案子的時候 應小衛議員反應也很大 你知道為什麼嗎 魚果批發市場是誰用的 是批發用的 對 所以是批發供應商跟需求商的買賣場所 跟一般市民有關嗎 沒有啊 沒有嘛 因為我想請問 就是魚果市場 也是屬於應小威的選區嗎 對 他就在萬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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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走合題的話 你會經那 對對對 你應該會看到有一個工地 從三重往市區的話 你應該看左邊會有一個工地 就是那一個 喔 因為那個 那個中工啊 他那個動工的那一天啊 我看柯文哲去產那個金鏟子嘛 旁邊就應小微 是啊 然後所以你知道嗎 去年 今年年初 上個會期 我在審那個 上個年度的決算的時候 我就要求附帶決議 我就 因為他們本來一直跟我們講說 一定要蓋回去的原因是安全 如果不讓他蓋的話 他那個整個樓的設計啊 會 會 會有那個 會變爛尾樓 你覺得很誇張啊 我們正在蓋的房子 你說 我不 我不讓你蓋回去的話 你會變爛尾樓 錢到哪裡去 對啊 現在正在蓋耶 我總是可以 這個 改變設計吧 為什麼一定會被你威脅呢 後來就 他們就想說 也沒有啦 反正只要花一億的話 就可以把它改回來的 那你改回來的話 那我就問說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蓋到 那麼高的層 那麼高層樓 結果殷小輝就跳出來了 我下了一個附帶決議 要求他們去重新檢討 6到8樓的新建的必要性這樣子 殷小輝就跳出來 我跟你們說 我們這個案子啊 已經在地方啊 討論了幾百次了 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批發市場跟民眾有關嗎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柯文哲會不會交保 還要看有沒有其他的案子 調查到哪裡 如果金華城這個證據都鞏固了 那金華城這個案子可能就起訴了 但是你其他的案子 他如果還在調查過程當中 對對對 證據還沒有完整的時候 我覺得 柯文哲繼續被積壓 距離還蠻高的 OK 所以我覺得這積壓的機會很 就是那個起訴的機會很高 所以我們看著未來幾天的發展 還有一個新聞啊 今天也是發覺到的 也請兩位可以評論一下 因為那個政治獻金申報材料 有幾十名助理 聽說七十一名助理 涉嫌被扶報錯報短報有關的金額 達到三百四十萬元左右 那甚至那個黨團的主任陳之涵 受訪時也坦承 查賬小組核對發現金流 他也承認有福報錯報短報 現在在會整有關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已經不是民眾黨的第一次了 那你們兩位怎麼看這個事啊 蘇培姐 Glis 好 我是這樣講 就是說 民眾黨打從八月開始 其實一直發生所謂政治獻金案 那政治獻金案我們現在能確定啊 就從這個你要死了都不知道的狀況之下 居然被列 也就是說少了重要的關鍵三張發票 對不對 那大家就在想說 那你是不是就有所謂的金流上的漏洞 那這漏洞大概多少有兩千多萬 那我們想到這個時候呢 其實柯文哲用了 他八月份還在民眾黨還沒被抓 他花了非常多記者會的時間 甚至還開那種叫做最後一次記者會 我們要把所有的金流攤給大家看 結果我們發現他的漏洞還是擺出嘛 那漏洞擺出的狀況之下呢 黃珊珊還說 這些單據我們都有在 但重點來了 就是有在 但是還是沒有解釋清楚 那最近的消息是這樣子喔 就是說第一個 其實我要講喔 就是說有這個所謂林冠年呢 他有就前黨員林冠年 他也有收到有十幾個聲喉嚨 爆料說他們都沒有領到 所謂財產這個所謂民眾黨 申報支出的薪資裡面 1月26號的那一筆 好 那所以呢就是非常多人就很好奇嘛 那就問這個陳志涵 陳志涵其實很有趣 他在8月初的時候啊 4X貓就爆料他說 你一個月啊 月領這個民眾黨的薪資 有14萬 14萬6620元 然後你同時在1月26號 又領了10萬塊的薪資 10萬喔 然後同時 他又在1月26號 領了獎金30萬 哇 那個時候陳志涵 在8月初的時候出來 他說什麼 他說我也沒有領到這麼多啦 欸那一句話其實我們當初是聽不懂 就是說欸不是啊 民眾黨幫你總共光1月 就幫你這個申報的總共領的錢 有54萬6喔 你怎麼會說你沒有領到這麼多 對 好那其實在7、6、7月的時候呢 就有民眾黨的黨工就有人反映 說他們沒有領到1月26號的那一筆 也就是我跟剛剛大家念嘛 光陳志涵的舉例 1月5號他領了14萬 1月26號領了10萬 1月26號獎金領了30萬 但是非常多的黨工是沒有領到1月26號的薪資的 好 對就是有報但是沒有領 對 但大家知道有趣的事情齁 其實整個柯文哲競選這個總統的申報資料裡面 人事費用支出總共是3,765萬 好那有趣的是有71個同事 71個喔 同事是跟剛剛講陳志涵的模式一樣的 在1月5號報了一次的薪資 在1月26號報了又報了一次的薪資 在1月26號又報了高額的獎金 加起來的費用啊 總共142比薪資總共就有所謂的這個300 也就是說獎金就報了370萬 薪資就報了727萬 也就是說在1月26號那一天 民眾黨申報的金額啊 就1000多萬人事費用 他透過1月26號的薪資跟1月26號的獎金 然後呢有71位的同仁總共就申報了支出就1000多萬 占了整體人事費用的支出就光這樣就占了30% 錢到哪裡去了 對重點如果民眾黨的黨工啊 我是說在柯文哲競選辦公室上班的這些人 他26號都沒有領到 那就表示他那300多萬的漏洞還在 那如果連獎金都沒有領到的話 那麼有700多萬 加起來是有1000多萬 所以呢有非常多的黨工啊 就在其實有本來就有一些這個工作人員 在六七月發現不對勁的時候就有反應 那民眾黨沒有處理 在8月被踢爆政治獻金的時候 他們還是沒有處理 導致於現在已經有20幾位 有在這71個人名單裡面的人指指說 他們沒有領到1月26號的那一筆薪水的錢 所以像累積起來我認為非常的龐大 那大家都指指這些錢去哪裡的 那這些為什麼這些所謂 那競選總部裡面的人會擔心 因為他們都被申報出去了 那到時候稅金是不是他們在繳 另外我覺得更恐怖的是 叫做集體的隱匿 七月份如果裡面有人有反應 請問一下黃珊珊為什麼不處理 他是競選總案師啊 請問一下陳志涵 你就排在這71個人的名單裡面 你肯定也知道的 因為為什麼因為他有告訴大家 我也沒領那麼多 你為什麼那時候沒有處理 再來就是說 我們八月都在講政治獻金的時候 集體的說謊 集體的隱匿 我覺得這對一個政黨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難道你這71個人裡面 是民眾黨的幹部的人 你們也選擇隱瞞事實嗎 那我們現在來講 這71個的名單 是柯文哲決定的 還是又是會計師決定的 從這件事情來講 我們就知道 他們凡事都要推給端木正會計師 我請問一下 這71個名單 絕對不可能是端木正能決定的 最低的底線是誰決定的 一定是總幹事 最高的權限在誰身上 是柯文哲 也就是這所謂我剛講 這700多萬的獎金 一定是柯文哲願意撥的 700多萬很多欸 300多萬的1月份的 第二次撥發的薪水 一定也是柯文哲同意的 不然怎麼會有人同意 在1月份的時候 你的人事的薪資跟獎金 就能支出1000多萬欸 對啊 對啊 錢所以我覺得非常的 扑說明明 那蘇培議員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事情很奇怪 就如剛剛Grace所說的 我們之前在討論金華城 不是 在討論政治獻金是什麼時候 已經是7月了 對 柯文哲出來開記者會 然後還兩次澄清 然後還鞠躬道歉 跟小草道歉 所以他們沒有把這帳處理好 甚至黃珊珊身為競選總幹事 直接去提告端木陣 柯文哲覺得他告怪 其實是告錯了這件事情 整個事情已經從7月到現在 現在已經是11月中了 對不對 已經快要過萬聖節了 這個鬼故事還沒有停止欸 你知道嗎 民眾黨還說 我要徵集鬼故事 來說民進黨有什麼鬼故事 你們的鬼故事先講清楚吧 對不對 你們現在 如剛剛所說的 這71個在1月 被爆了三筆薪資的人 第一個 被四叉毛列出來就是陳志翰 陳志翰是政治 這個這一次總統選舉的副總幹事 你在查賬或者是你的賬被爆出來 亂七八糟的當下 你一定就知道說 你也會去查你自己 你就知道你自己被爆了三筆薪水 四叉毛後來再叮你 把你的薪水獎 領了那麼多錢 再把它講出來 你也一定都知道 那你為什麼沒有去澄清 從七月到現在 你們在幹嘛 你們不是一直說 我們會澄清嗎 我們會重新爆炸嗎 我們會再跟監察院聯絡嗎 我們會去把它更正嗎 你們更正在哪裡 難道他錢多到他都忘記了 每一個月每一天收到多少錢嗎 忘記嗎 我看來是嘛 我看來是嘛 我看來是他們的錢已經多到 他們已經亂了嘛 所以這樣才會這麼亂 但我要講的是說 七月被爆出來之後 陳志涵或者是民眾黨 知不知道有這一筆 七月二十六號多 奇怪很多人有爆 但沒有收到的這一筆錢 我想他們都知道 但他們做了什麼處理 沒有做處理啊 他們告了登木正 開了兩次記者會之後 有處理嗎 沒有 所以一直到這個上個禮拜 這個民眾黨的這個前黨功 林冠年 又再把它講出來一次之後 才會你看陳志涵的講法是什麼 有啦我們有多爆啦 但我們也有少爆 我們也有漏爆 哪裡 我問你哪裡嘛 從七月到現在 兩個月你們在睡覺嗎 不止兩個月已經三個月了 你們在睡覺嗎 你們到底做了什麼處理 為什麼這一些被 這個有十幾個員工 會再找林冠年 要把這個事情講出來 因為馬上就要到報稅了 你知道我們今年的收入 我們在年底的時候 我們的公司 會把我們的收入金額 報給國稅局 因為公司要報稅 所以稅就會出去 我們在明年的五月之前 就會繳到樓報單 所以如果你在今年十二月以前 不去更正那所有的收入的時候 所有的同仁就要幫 這一筆莫名其妙的錢繳稅耶 對 我為什麼要繳稅 我沒有拿到錢 然後我還要幫你繳稅 那陳志涵你 除非你有收到那十萬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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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陳志涵你收到多少 陳志涵除非你今年一月 你被柯文哲報的 報在柯文哲政治現金上戶的 這三筆錢你都有收到 那你可以不用講 因為你本來就該繳稅 但如果你沒有收到的話 你為什麼沒有幫自己抱不平 你為什麼沒有趕快要求 黨部或者是負責柯文哲政治現金專戶的人 你可能趕快去把它做更正 因為那也會影響到你的權利 好 那我要問的是說 陳志涵之所以沒有 那有沒有可能陳志涵有收到 是其他人沒收到 那如果是這樣 那不是更離譜嗎 為什麼副總安是報的錢 他就有收到 有人很滋潤 其他都是沒有 對 有的人就這麼好 然後有的人就沒有 然後我還要幫人頭 然後這件事情 你們內部是不是早知道 那你們為什麼沒有處理 其實這種情況 在民進黨 或者說那個對加國民黨裡面 常見嗎 還是說這個是非常特別的例子 我想是非常特別的例子 因為我沒有想到黨部會這樣 就是說黨部的 因為這件事情的政治效應很大 錢很少 政治效應很大 就是包含就是現在被列出來的 這30幾個 70幾個人 71個人300多萬 對一個黨的政治現金來講 其實他都是不大的錢 3040萬而已 對 然後對一個人來講 可能都是3萬4萬5萬這樣子的錢 這些錢其實都是小錢 但他政治效益大不大 很大嘛 你怎麼一個黨 怎麼可以用黨工的人頭去報仗 他的政治效益 打臉的效果非常的大 所以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政黨 肝冒這種風險然後被檢舉 因為被報的人心情一定很不爽嘛 他一定出來爆料之後 你為了這件事情 你就要收拾善後很久 而且你的所有的支持者都會公然質疑你 你怎麼這麼大的一個黨 居然欺負一個小黨工嘛 可是現在民眾黨這件事情 不是一個小黨工 只有好多小黨工 民眾黨一起欺負在民眾黨工作的 這些工作人員 所以我覺得非常可惡嘛 不過我要補充一件事情喔 結果那天我跟林冠連在討論 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才發現就是說 欸 有很多的人啊 他過去在一整 就是總統選舉的這一整年裡面啊 他其實沒有報薪資 在柯文的政治獻金裡面 可是他們都有收到1月26號 這筆莫名其妙被多報的錢 對 所以很奇怪 比如說誰 我剛剛講的周宇修 包含戴宇文 戴宇文之前不是被查出來說 他是在中央基金會有工作 對 然後結果他的薪資 報在柯文哲競選總部嗎 就是這一筆1月26號 他就只有報一筆喔 就柯文哲競選總部 只報戴宇文一筆 然後就是剛好在今年1月26號 所以我就大膽的假設 他是什麼樣的狀況 大家還記得吧 我們那時候 在查政治獻金專戶的 風波的時候 民眾黨就說其實今年的4月 就是官帳完之後 政治獻金爆出去的時候 4月的時候監察院就來文 跟民眾黨講說 你們的帳上的收支不平衡 你們短差了好幾千萬 短差了兩千多萬 那是4月 所以有沒有可能 這些1月26號的員工薪資 全部都是因為4月之後 監察院發現說 他已經有收支短差了 所以端木正去扶報的 尼奧時樂的916萬 而這些員工也是全部 那一波被灌水進去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非常有可能 因為不然你很奇怪的是說 周宇修 戴宇文這一整年來 都沒有報自己的薪資再進走 可是突然會出現 這1比1月26 那這1比1月26 看來是大家統一個時間 全部都收到的 然後就會讓人家講 覺得說 那你是不是為了 要擬評4月份 監察院告訴你說 你錢出去的很多 你帳上留下來 就在銀行裡面的錢 跟你帳上應該留存的錢 出現了很大的差距 所以你要把你帳上的錢 要出去更多 所以你只好報更多的人投資出 所以去找來了尼奧時樂 但尼奧時樂也才916萬 所以你只要把所有的員工 拉進來 這樣一報 有可能就可以被人死 可是如果是這樣子 民眾黨也很邪惡啊 重點是那2000多萬 到底錢到哪裡去 錢是不是變成主席 或者是說可以支配那個人 想要的樣子就跑出去了 民眾黨一直是給我一個非常奇怪的存在 我覺得它跟共產黨非常類似 越親近權力核心的人 要麼貼貼服服在柯文哲的周圍 要麼就被欺負 好像那些黨工一樣 或者說被連走 好像Grace一樣 那你在外圍支持他的人 就是小草們 還有支持者呢 哇好像大家都景仰那個柯文哲 景仰黃國昌 都把它視為那個偶像來崇拜 我覺得這一種的那個想法 其實比當年的國民黨更過之無不及 它是好像學習毛澤東那套戰略 來去管制整個團隊 你不服氣嗎 就把你連走 種種有人有回來 繼續加入我這個行列 因為它是明燈 有巴西的委員 有中央補助款 那你覺得這個線上會結束嗎 你看到未來這個27號 禮拜天 他們又集會了 前陣子新竹市 我記得拿了1000多張座位 放了600張 但是沒有坐滿 那你覺得這個 他們真的會造非常大的事 那他們訴求的東西是怎麼樣呢 哎呀那個無期徒刑的人 假式的600多的人 你看每個人平均觀 17多17年左右 全台灣的空房率19.38 你看鬼城耶 王毅川說那個 他講那個地方是監控每個人的手機 其實他的密碼還沒有交出來 手機啊那個問題是這個問題 另外還有很多其他事情 還有黨 檢還有煤 三個東西三為一體 你們怎麼看啊 這個聲音 你覺得這個已經開始慢慢退潮了 還是說還是會有另外一波的新的那個 那個熊企要我們防範 我覺得剛剛這個蘇培議員啊 他裡面已經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檢調辦案的壓力很大啦 也就是說現在非常多人 就是到底有沒有土力 到底有沒有貪污啦 那我說實話啦 土力就是貪污 那確實啊 這柯文哲其實在被約談前 八月之前 他在這個所謂很早之前 他就定調告訴大家嘛 土力不是貪污 那土力不是貪污 這個誰最先講 黃國昌就講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他們早就開始在做預備 甚至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早 而且他預備 搞不好在三四月就已經預備好 自己可能會開始 要被問金華城案 因為剛開始過完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都還在討論關於台制光案 結果台制光案討論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間啊 這個蘇培議員啊幾個議員 就開始在去講關於金華城的議題 但是因為金華城的議題 剛開始說的方式 是拿這個所謂監察院的報告出來 然後告訴大家一些容積容獎不合法的地方 但是因為民眾比較聽得不懂 所以社會輿論其實沒有燒起來 但是柯文哲在那個時候喔 YT影片就上了 他告訴大家說 那金華城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柯文哲去上了自媒體 也直接講兩句很重要的話 第一個 你們講金華城這麼久 金流有找到嗎 好 提示大家證訊放案 他在3月31號就講出這句話 然後他第二句話就是說 喔 就算有徒利是貪污嗎 所以你看他這兩句話非常的重要耶 重點耶 對啊 他也是到內情才講出這兩句話 所以你看 就是商鵬律師 你可能就從8月的時候 在8月下旬的時候 8月我們一直在講什麼政治獻金 一直到8月下旬的時候到9月 柯文哲呢 終於被這個檢調啊 早去這個擠壓了 開始大家開始在討論案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大家在討論或在乎的是什麼 就是柯文哲三月底所講的那兩句話 對 金流還有那個剛剛說的 就是這兩句話是非常重要的兩個事情 對 所以我相信就是依照這個律師的學識 你就很清楚說 哇這搞不好就是罪人的關鍵證犯 對 心證 他很早之前就已經開始建立反火牆 對 這麼早 然後接著我們再來看 有趣的是什麼呢 在這個所謂沈慶經被羈押的時候 8月底他被羈押的時候 柯文哲還被羈押的時候 沈慶經被羈押的時候 他大膽的發出聲明稿 很少涉嫌人被羈押的時候敢發聲明稿耶 他發聲明稿 他告訴大家什麼 第一個就破題 柯文哲這個人不好相處 他不可能收紅包 第二個他設防火牆 他說什麼 他說 市政府有官員來找我 跟我要一些東西 但我拒絕了 第三個他說什麼 他說 840%榮獎是合法的 這是他該 本來就長久以來應該要爭取的權利 當然是錯的吧 這三點 我們回來看現在所有的市政 都證明了 123好不好都說是相反的 對 就他有做的 剛好跟他說的會不會就是相反 好 接下來更有趣的是柯文哲 他在被羈押出來第一次 叫五寶請回的時候 他好像在這個9月2號還是9月幾號 5號 9月2號的時候 他一出來那是凌晨 他大聲的告訴大家三件事 三件事 憑什麼來搜查台灣重要的在野黨主席辦公室 家裡 黨部 其實他第一點講出來我們都傻眼了 不然搜哪裡 第二個他說什麼 他說 他說 剪掉 拿了我的手機 硬碟 然後他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臉書還寫了USB 一定 現在開始都在熬夜找資料 要幹嘛 說故事 第三個他說什麼 840% 840% 我都不知道 所以你看這三點跟所謂新華城的聲明那三點 你會發現都是互相呼應的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接下來他被羈押進去了 所有的市政出來的我們都可以看到 就算我們在媒體 不管是媒體人或記者很認真的去揭露這些事情 事實 裡面都跟什麼有關 是不是跟對話記錄有關 所以這實證了 柯文哲是可以直接跟朱雅虎做對話的 朱雅虎也可以直接去跟李文中做對話的 柯文哲還可以直接指指李文娟 也就是他們的財務裡面的人指指金流的來跟去 那也有可以看到這個李文中跟李文娟跟柯文哲都有LINE的互動 甚至朱雅虎也有LINE直接去報告柯文哲相關事項 所以我們就發現原來柯文哲或者是沈慶欽他們最擔心的 我們陸續都在市政裡面看到 現在民眾黨最後能喊的是什麼 找不到金流 可是有時候我們回來看 朱雅虎早就已經承認他行賄了耶 他行賄了耶 他是承認的啊 承認的 但是剛剛這個議員所講的就是說 社會認為的合理性也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檢調現在的壓力是在社會合理性 那我們反過來講 民眾黨的戰術有沒有成功 在所有10月份的民調指出啊 民眾黨啊沒有柯文哲之後 的民調居然回來了 現在大概都保本在10% 本來可能有看到6%的8%的都在柯文哲8月份的時候 開始發酵對柯文哲的不信任 但是柯文哲被羈押之後 在裡面歷經比較長久 再加上民眾黨的那種叫做口號式的宣傳 跟所謂網軍式的大量的散布 關於沒有金流的這件事情 確實讓所謂司法事件成功的部分移轉成政治追殺 所以你會看到他的民調 民眾黨是今天公佈的 應該是說民眾黨在今天所公佈的 就是說所謂泛藍白比較友好的民調公司裡面 確實又成長了差不多6% 現在就是12點多% 那麼我們必須來講 檢調絕對會有壓力 如果再因為收縱不夠容 所以呢就是繼續的延壓 延壓而沒有起訴的話 我相信政治迫害的這個部分 民眾黨絕對會繼續大大的搗蛋 他有非常有搗蛋的能力 那絕對會大發力士的繼續去炒作 可是我們必須反過來講 如果檢調沒有起訴的話 最擔心的人是誰你知道嗎 柯文哲的民眾黨 跟支持過柯文哲的政商民流 我因為他們就非常動一條 不是因為啊 如果我這次檢調你不起訴 搞不好還有更多人可能被約談 你知道嗎 現在反而跟柯文哲越友好的人 民眾黨裡面的人 多希望柯文哲趕快把他起訴 不然每一個人都有被約談的可能 你說我怕不怕我也怕啦 你們每一個節目都說我跟橘子有關 剪掉搞不好就把我找去問話 說你LINE交給我看有沒有 我怕怕死了 所以我跟你講 有非常多人希望柯文哲的 你趕快起訴啦 那個防火牆就建起來了啦 我講真的啦 一切責任歸於他 大家就拜拜了 大家就退場了 對對對 如果一直不抓那個主犯的話 會不會下一個輪到我 大家會想到這個 所以你看社會的輿論啊 跟世界相關人的心理狀態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檢調在這方面啊 他們也要去做權衡嘛 對不對如果他收證希望更聾 希望金額對到更大 比對更詳細 當然可能不會這麼快 就去做這個所謂起訴的動作嘛 但是社會總是喜歡看消息吃瓜嘛 我也希望起訴書趕快出來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蠻多的心理層次的 對我覺得說 親近柯文哲的人 要嘛就是 免在他 服從他 要嘛就是害怕他 要嘛就是離開他 但是真的是 社會大眾呢 好像都是在景仰 判待那個聖主的來臨 尊責的降臨一樣 蘇北醫院怎麼看 因為我們看到 最近他爸爸 那個住進那個交互病房 上個禮拜五傍晚 台大醫院 他也去介護探視了 那民眾黨也炒作說 哎呀悲天憫人喔 情緒很多感動一番喔 這樣的一個說辭 而且下個禮拜天 也有一個機會在愛國東路 怎麼看這個民 大家民眾怎麼看 民眾黨的未來 我們這些案子 是不是要等待司法的審判 起訴 才能夠水落石出 那這個會不會他們用時間 來換取他們的空間 怎麼看 這個問我最準 這個我2014年 跟柯文哲一起當選 他當選市長 我當選議員 然後我一直認為 議員就是應該要 聯合監督市長 那沒有想到 就是市長其實經不起監督 他監督他 他就會KIMO MINE KIMO MINE之後 就會動員黨 動員網軍 然後就幫他一起做書上面 然後這個罵我 然後後來這個 當然直指他的核心 那個減七段的事情就是嘛 反正他就貼你標籤嘛 讓大家就是懷疑你 然後去讓你的這個 所謂的公信力受到影響 以後你質詢我 你再怎樣質詢我 你都是被貼的標籤 這就是很紅衛兵的操作方式嘛 就先叫你罵我 我不喜歡 我就批鬥你 批鬥你把你醜化成 大家討厭的那個樣子 大家之後就質疑你 所以你知道嗎 這是從過去到現在 柯文哲其實他的 大家喜好他的程度 你問我我就知道 因為從過去比較少人鼓勵我 到現在我們走在路上 大家都在鼓勵我們 你就會知道說 柯文哲的那個支持的族群 其實已經開始 已經有開始崩解了 大家對於柯文哲過去 所形作出來的那個 他自己的人設 其實已經被他自己 在進華城這個案子裡面 太多說不過去的地方打臉 比如說 這個謝國良 到底為什麼要給你200萬 你身為民眾黨的黨主席 然後去一個演講之後 然後你收了這個 敵對政黨的200萬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而且你這200萬 也沒有給高鴻安啊 對不對 你去高鴻安的場合演講 然後演講拿到錢 你也沒給高鴻安啊 看來也沒有給民眾黨啊 那你就是愛錢的人啊 看來現在就形塑的樣子 就是這樣子 所以民眾黨現在的 所有的這個集會的政治動作 其實跟柯文哲的司法無關啊 司法會不會變成另外一個政治的風波 要看檢察官起訴的內容 還有他掌握的證據 他如果掌握很多 我覺得柯文哲就是被打趴了啦 那證據不足 只是讓民眾黨 他們可以序矩的能量更多 比如說他就是我講的 如果你只有少少的一點錢 你就起訴他行賄 你可能會被這個反作用力又更大 就是說他可以真正形塑一個所謂的 他是在政治上面被打壓被迫害的 但對於不管這兩個狀況如何 柯文哲大約他的政治未來都沒有了 他都不用再想要選總統的 但對民眾黨的徒此徒孫來講 這個黨還好不好用 好用啊 我一年還1.5億耶 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麼多的小草 可能還有時鐘的鐵草支持我 那這一些鐵草如何把它鞏固住 然後把它維持一定的熱度 就是現在他們在做的事情嗎 所以一連串的包含之前去土城看守所 然後10月10號在這個所謂的西門町 然後這個禮拜六在新竹 然後接下來又有一場集會 我覺得他們就是在快要 越接近起訴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越去操作這種政治場 要讓他的支持者越有那個溫度 因為他們要行錯一個 不管是柯文哲被起訴或者是什麼 他們要行錯那個最後一波 你知道嗎就像趙世晚輝一樣 趙世晚會之前的前一個禮拜是什麼 是動員週啊 為什麼要一直動員所有支持者的情緒啊 一直要把它動員起來啊 知道說這事情是一直在那裡 動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就這個大爆發嘛 所以他們現在一樣是在做政治操作 但這能量有多少 我覺得從小草出席的人數 他們就知道了嘛 所以你看他們 他們動員到怎麼多誇張的程度 就剛剛律師所說的 他們的議題一直設定不明嘛 對 有時候叫做廢屎 有時候叫做什麼民眾黨什麼 有時候又會講到超私 然後又會講到什麼很奇怪的案子 都跟科文哲 捍衛科文哲清白無關 所以他們這個所有的動作 其實在炒作所有的仇律的能量而已 不是真的要幫科文哲去捍衛清白 所以你看他們昨天 他們禮拜六有多可惡 科爸爸現在生病在醫院 我相信他的家人 沒有辦法在他身邊 所有人都會覺得心酸 但有必要在政治場 特別被拿出來操作嗎 而且還被兩個人 一個是李國璋 民眾黨的新竹市的主委 第二個是科美蘭 他們操作的方式是什麼 他們天人永隔 不是天人永隔 就是他們兩 他們分 父子相 親子分離 骨肉分離 沒有辦法見面 是這樣嗎 不是啊 你禮拜五科文哲明明 就去台大醫院 那你為什麼要拿出來講 而且還要操作一個 好像是民進黨 或者是執政當局 或者是司法 故意讓你們親子沒有辦法見面 這完全與事實不符 那與事實不符 你要把它拿出來操作 就是為了政治利益 那誰在消費科爸爸 誰在消費科爸爸 就你們嘛 所以他們用這樣的方式 只是為了凝聚自己的政治能量 在科文哲最後 不管有被起訴或沒被起訴 他們要繼續維持下去 但我覺得當然最後的那個得利者 現在看來是黃國昌比較有可能 因為包含之前講的蔡碧如 或者是黃珊珊 現在在政治上面 其實在這個案子裡面 他們也都有相關的一定的角色 能夠在這個案子裡面完全 脫身的只有黃國昌 不過我覺得黃國昌還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黃國昌的那個好朋友 那個大咖吹哨者 在剛剛我們講的這個冷錢包裡面 是不是他也可以 他有提供給柯文哲某一些的想法 如果有的話 那黃國昌能夠獨善其身 我也覺得很難 對 所以這個事情明顯關鍵 今天謝謝Grace 也謝謝金蘇培議員 謝謝 那那個他們黃國昌常常說 民進黨是一個綠色的威權 其實我看香港才是真正的專制 因為你看到連那個囚犯都沒有辦法 看他巴巴的那個最後一面 也沒有辦法去送那個最後一層 比如說那個去殯儀館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送 但是你看到台灣完全按照法律來 給他去那個介護探視 這個事情你在情緒勒索 基本上是完全跟事實不符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保護我們的民主 也正視我們的情況 每一次談柯文哲案 其實我不是很義憤 是非常被愛的 因為我覺得台灣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好像勾取你的味道 在我們政黨政治裡面出現 這個是台灣民主出現的一個逆流 那希望這個逆流趕快過去 好 謝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會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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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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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個動物 如果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你們下次見 還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